南岛市英宏里站在很多 南港港入区也在这里 不过没走道路 自三十年来不曾经书 南岛管理员创众在接到英宏里党 王叔明 定情请关乎协助 南岛管理党的科学华 请自告状匯抗基础中改善 自立一路就面以及中南路 三段530一行上道路 南岛市中南路三段530一行 以及自立一路就面道路 是没很疑问 以及在南港港入区上班的民众 会出现的道路 加上年国师修出现发生进行 南岛管理员科学华专业团队 并回当管理员创众在南岛市长 专家帝顶人请自告犯定会堪 尤其我们看到一个行堂里面 可以住这么多民众 一条路可以说消消补补 已经非常多次了 所以我们都看到这个道路 是补丁的方式 那所以这个道路的不平整 长辈也很多 出门在走路也非常的危险 所以我们也透过这个经费的改善 我们把这个道路把它整平做好 希望让我们在地的 我们这家鄉亲出租 它更加安全 同时也希望说在港亚区 这里来上班的民众 来使用道路时 可以更加来认识 让我们的路面每一条都可以做得更好 这次的道路改善港亭 南岛政府港部处 道路拥护口支出 包括中南路三团532行 以及住在一路周边道路 加上南港浓地中卫区 新生担73地户農路 港亭经费中近500万 所以说市县长选到他的服务团队 来在我们永峰里 自立路加 江南路三段 532项家 来时地会看这些路面 因为这些路面 我們將近二、三十年都不再來翻修過 總之也接到我們當地立場的陳情 就隨意把許縣長歡迎 許縣長就帶到養護科的主辦和設計公司 來到實地隨意設計 感謝我們許刷縣長帶領縣府的團隊 經過我們蔡宗志議員 還有我們在地永峰裡的王里長陳情之後 縣長來到縣長看到這個馬路 因為修修補補非常多次 所以用路人非常擔心這個用路的安全 所以不管在我們這一次永峰裡的智利一路 還有我們張南路三段的532巷 還有我們的重劃區三條道路將近500萬的經費 我們的館長現場探索後就跟我們所謂的民眾說 這段路一定會專力來給大家改善 這次會編的路段雖然台北郡都是行動 不過既然和港約庫領縣出去 使用率儘管 副管長表示一定的車道路用 副保護時間 保障人車出去不安全 記者現時常不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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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